通訊診療顧名思義 就是民眾不用到醫院來看診 可以在家裡直接透過視訊的方式 和醫師來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其涵蓋的範圍包括了 急性後期照護以及長期慢性病用藥者 對民眾來說真的是相當方便 半年到一年之間 在追蹤心臟超音波 就是他主要症狀是走路會喘 或者是腳腫 沈先生因為在金門部立醫院 診斷為心臟半膜疾病 由於當地心臟內科醫師 轉介台北榮總接受進一步檢查 過去病友需要另外安排實體門診 回診詢問報告內容以及後續治療 他不需要再從離島的地區 再坐一趟飛機來 然後來這邊看門診 然後再看傷口再回去 所以透過這個遠距的方式 我們可以很好地評估他傷口的狀況 那也可以解決他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對病人來講 的確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通訊診療他可以當場判定 這些病人要不要後送 所以我們利用這一套 可以幫助榮家 他們來做這些病人的處理 遠距專科匯診為幾副的對象 那麼因應到整個疫情 以及未來的高齡化社會的需要 那我們也現在正在研議搭配未來的 通訊診療治療辦法修訂之後 我們會將健保的這個通訊診療的 給付擴充到包含居家醫療 包含長照機構住民的照顧 以及在宅急症照護和居家透析等 四類的病人 竹山秀船醫院從二零二一年 與南投信義廂衛生所開始視訊醫療 目前由耳鼻喉科與皮膚科執行 下邊眼睛會就是時不時就會很臉 OK 好 今年二十九歲金小姐住在南投信義廂 因為長期鼻過敏加上過敏性結膜炎 金醫師評估可透過視訊問診方式 直接線上了解病情狀況 經由視訊的鏡頭 可以看到病人想要去尋求一些幫助的 一些畫面 我們也可以 病人可以直接跟他對話 看是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配合上我們看到的影像 我們可以達到我們遠距醫療 這樣子的一個看診的一個相關的資訊 衛福部健保署統計 是用通訊診察治療辦法人數 包括居家醫療照護人數約八萬人 長照機構服務約十二萬人 而家庭醫師收治照護人數大約有六百萬人 臨有慢性病連續處方間的 慢性病長期用藥人數更高達七百萬人 健保署表示這幾大類族群有許多重疊 保守估計至少七百萬人可透過視訊方式就醫 但健保擴大給付的對象先以居家醫療和長照機構住民進行研議 事實上在這個因為年紀大的關係 在看病實際上不方便 我們目前已經我們的急診室會跟他們做一個24小時連線 所以根據今年一整年看起來的話 我們急診跟容家的這個急診採用遠距醫療辦法 可以減少四分之一的這個後送的情況 我相信如果今天再加上我們門診這樣子的一個遠距醫療的話 可以把這個增加到一半以上 這樣我相信對我們的民眾是一個保障 特別是在去年那麼社區大流行 那麼我們廣泛的去實施在家這個治療 都是居家照護為主的模式之後 那麼使用的這個民眾超過了一千三百萬 曾經有過這樣的遠距醫療的經驗 未來在推動上累積這樣的經驗 我想在這個執行面上應該相對的障礙就降低了很多了 健保署表示以往通訊診察大多以離島偏鄉為主 目前人口結構變化以病人為中心 期盼能解決高齡年長者交通問題 遠距醫療擴大實施試辦計畫 希望能幫助更多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感到最新的新聞 下載TVBS新聞網app